同樣身為母親 我相信市長夫人絕對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街上溫暖擁抱給辛苦的媽媽 高雄市長夫人李嘉芬 4號出席公益音樂會 場面溫馨感人 因為有你們的存在 也因為我相信 有因為你們濃濃的愛心 可以讓這樣的孩子在降臨了你的家庭 可以讓他將來的人生 有一雙很厚實的呵護他們的翅膀 同樣身為人母 李嘉芬至此出動人心 除了為媽媽們加油打氣 更在母親節前夕送上溫暖大禮 李嘉芬以夫妻二人的名義 捐出30萬元支票 作為漫非天使的早療經費 而之前曾經承諾會拿板稅做公益 也讓外界好奇 這筆錢是否就是第一筆 王簡秋強調李嘉芬這次捐款並不是用板稅 至於板稅做公益 用途使他個人規劃 但事實上李嘉芬過去 關懷弱勢也不遺餘力 李嘉芬發揮愛心大方捐出30萬 因為自己也是人母 希望能將這份溫暖社會的力量傳遞下去 藉著陳家的文豪英軍高雄自好報道